大家好 我是PanerBaner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記錄 來到2016年第八週 近幾個星期很多時候都很集中玩一隻遊戲 今個星期也不例外是很集中玩XCOM Enemy Within 如果大家對這遊戲沒興趣的話 就唯有飛到這個影片比較後的地方 上個星期有說開始玩Enemy Within 即是第二次開始玩 其實今次玩就不是玩Iron Man 即是不是一個save沒得回頭 因為很多東西未熟悉的情況下 無謂折磨自己 玩就玩Classic難度 但就不是Iron Man 其實都感受到Classic難度在哪裡 但我又不覺得 即是玩下去又不覺得Enemy Within 其實難比Enemy Unknown很多 我想一期一期 雖然敵人多了一些新品種的敵人 有些AI或者有些技能也減弱了 那些AI改善了 所以可能會困難了 但相對地在Enemy Within裡面 由於敵人的...應該說任務的類型多了 所以賺錢的機會 或者撿到物資的機會 其實反而多了 或者比較賺錢 不一定要靠月尾那個... 每月出糧 那些國家給資助你那裡 另外有些任務 有時都會即時賺到錢 所以... 又好像多東西可以做了 肯定戰鬥就多了 以我感覺來說 和一個月 以前可能是在等... 純粹等一些UFO來 或者等一些綁架任務 但現在... 這個版本又多了一些... 正所謂Enemy Within 是一些地球之內自己的敵人 這遊戲也是一段時間 我想我也不怕劇透一些內容給大家 這遊戲也不是主要玩的故事 其實是在地球上的一群人類 他們又想趁火打劫 趁外星人入侵時也想獲得一些科技 有助他們 將來就稱霸武林 稱霸地球 所以你偶爾有任務要阻止他們做這件事 會面對一些人類的敵人 雖然大部分情況下都是這樣戰鬥 跟外星人差不多 但任務要做的事不只是縮清他們 要護送一個特別的隊友 之前派了他們做臥底 派了他們潛入一個地方 現在就要救他們出來 或者幫助他們吃東西 到最後你慢慢縮窄範圍 去找到X-Shot的基底 應該就要打了他們 但我還沒打到那個階段 另外因為開了Sling Shot DLC 又多了幾個任務 另外Anime Within裡面 有一個叫Potent 還是什麼的 少少額外的情節 有少少情節的幾個有關聯的任務 那個還沒進行很多 因為好像要打了外星人基地 之後才會繼續發展 這幾個東西如果是 如果是拍Anime Within的時候 就會多一些東西看看 不過其實在Anime Within裡面 加得最多的 應該算是他們的裝備 或者是他們的武器 那譬如好像以前 手榴彈就只有Alien Grenade 可以放進一個爆破的東西 現在又有 一些Gas Grenade 落毒的 然後又有Ghost Grenade 可以讓我們人們隱身一個回合 Little Grenade 一個不穿Cover 但是爆破範圍好像大一點的手榴彈 各樣這些輔助的裝備 另外最重要當然是有 MEC Troopers 和Gene Mod 其實就是在Anime Within裡面 可以收拾那種新的資源 叫MELT 那種東西 用完之後 收拾回去之後 就可以 花來把你的隊員 MEC或者MAC Troopers 就是很慘的 其實都把你的隊員 斬了手腳 讓他們變成機械人 但是就可以 駕駛一架 一架MAC 就是一架更大架的機械人 可以用一些更強勁的武器 然後變成MAC Trooper 有自己特別的一套技能 那一架MAC 有幾種不同的武器 你可以選擇 Gene Mod 就是改變你的隊員的DNA 然後加強眼球 讓他射完第一槍MISS 第二槍就會提升命中率 或者加一個皮膚 可以讓他隱身 跟環境的光源融合 然後他躲在Full Cover後面 就會有隱身效果 很多很多的這些功能 我都未試過 尤其是 不過算是比較好的 由於我 今次玩 都是一開始比較充 先攻擊 所以沒什麼 花資源 增強隊員 所以 收拾了很多MEL 然後 一開始做MAC Trooper 都可以 不斷升級 不斷升級 都不用限制 但 弄完一輪 其實用Gene Mod 都可以花快 所以 加了幾個隊員 很快就花光了MEL 又要慢慢等 任務 收拾回來 才可以再玩 但是 加強了這些武器 和裝備 甚至個人的能力 技能之後 的確令戰鬥 精彩了不少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 其實Anime Within 都值得 很值得拍 如果大家還想看 不介意我還未玩XCOM 2的話 但是 由於正如我剛才所說 Anime Within 應該那個戰鬥 都會多了不少 我不知道 如果拍出來 會不會更長 Anime Unknown 不知道 大家會不會怕 又要看好久才完 這樣 介不不介意這樣 所以 如果大家說 不介意不是XCOM 2 是Anime Within 都有興趣看的話 我 玩完這個 這個Camping之後 應該可以拍的 應該 那好吧 說了這麼多XCOM之後 今個星期試了一隻 免費玩的遊戲 叫做Spell Weaver 一隻 卡牌的遊戲 又是卡牌遊戲 我看到這些 我很多時候都會試一試 但試了很多免費玩的 都不太出色 一不就 抄得很足其他 Magic也好 現在新的Half Stone也好 一不就不太有新意 這隻 其實Spell Weaver 在Steam可以免費玩的 但當裡面 如果你想花錢 去快點買些卡 也是可行的 另外也有些 換一張卡牌背的花紋 可以付錢去做 我都不知道還有什麼 我暫時還沒試過付錢的 這隻卡牌遊戲 其實算是Half Stone 和Magic的中間位 沒有Magic那麼複雜 但又沒有Half Stone的系統上 不要說是卡牌設的 又沒有那麼複雜 基本的戰鬥系統 又沒有Half Stone那麼簡單 那麼 Streamline 或者是簡化的程度 因為在Half Stone裡面 大部分時間 其實你敵人的回合 出什麼 做什麼 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少數的 好像叫secret 還是什麼的技能 才可以做些事情 但是這隻呢 有些法術 也有些防守 可以自己分派一些東西 這樣的系統 所以 就算是敵人回合的時候 你自己的選擇也比較多 基本上有點像Magic 因為你要儲 地也好 就算是Mana 另外呢 又有一個 你自己的 法術的等級 當你的等級還是低的時候 很多更加高級的怪 你就不可以叫出來 基本上有兩個資源 兩個資源都是來自同一類型的資源牌 但是呢 發一張出來 你只可以選擇兩樣東西 升其中一樣 另外也可以 犧牲一張自己不要的牌 去打招 去打招 看看能不能抽到 這些資源的牌 其實某程度上 對應你玩Magic 很缺地的情況下 你什麼都做不到 然後你就會很無忍地 輸掉了 很講運氣的一回事 又或者當你的地多的時候 抽不到怪物 抽不到其他有用的牌 但在這隻Spell Weaver 對應這個問題 就是 那些地一方面 你可以用來加 manna 加manna的時候 也會同時抽一張牌 就算你抽到很多地 亦都相對 會有很多機會 抽多一張牌 回來 希望是這些 戰鬥的 Creature 或者戰士 這樣的牌 當你不夠地 真的可以相反犧牲 犧牲 那些牌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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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其實不錯的 另外 去戰場上 分了前排和後排 前排 主要是進攻 戰鬥 後排就比較 輔助 就不可以 去主動去打 敵人的一些 在前排的生物 但是呢 可以用來防守 好像可以用來防守 我印象中 我還沒有很熟悉 因為我只是玩了兩場 就是玩了兩場 就是玩了兩場 打電腦的遊戲 它也都像Magic一樣 有不同顏色系列的牌 即是綠色 紅色 紅色用火 綠色也是自然 也有黑色 我現在用的那一套 就有點像Magic裡面 黑色玩Discard 即是扔人手上的牌 那類型的打法 當你完成了這個Tutorial之後 你就可以免費 喝得到一套 新手用的一套牌 就夠你慢慢開始嘗試玩 如果你想 開啟其他的 就要儲存遊戲裡面的錢 買那些Pack 即是一包開十張牌 出來 有多少機會是特別牌 那些東西 也可以花一真錢 直接買一些水晶 然後用一個比較快手的方法 就可以再買這些 Buster Pack 跟其他 免費玩 然後 課金賺你錢的遊戲 都是一樣的 但如果你說不想付錢的 玩卡遊戲 打電腦 或者跟朋友對戰一下 那都... 我還沒試過跟朋友對戰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直接的方法 可以單對單 指明我要跟這個人打 我想應該有的 我暫時就沒有試 所以說想嘗試卡牌遊戲 又覺得魔法太複雜 又覺得Halfstone 太要花錢 又好 太悶又好 或者太多又好 可以試試這隻Spell Weaver 好啦 今個禮拜分享 其實到此為止 應該會主力快點 玩我自己XCOM那個Camping 希望看看大家想不想看我再拍一次 一段小小的球迷奇遇記 如果大家有看過網上的影片 都可能看過一段影片 就是某個足球比賽 有人射12碼的時候 不知道中微還是什麼 彈到很高 然後龍門以為滿心寬起 他射不進 誰知道走開了 有狗樓樓打下來 然後有杜西 就進入龍門裡面 想不到這件事會出現在Fever16 我看著這個入球的時候 都不知道給什麼反應 好 好啦 我是Panel 白蛋熊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